怎样才能买到一款好茶呢 怎样才能识别出这款茶叶的真假呢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很多的包括老茶客在内 也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困惑 我们今天想分享一个小的技巧和常识给大家 帮助大家去甄别茶叶的真假和好坏 甄别真假茶叶的方法 说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 眼看 鼻纹 手摸 口肠 也就是通过你的眼睛 你的鼻子 你的手 和你的嘴巴 这四个器官帮忙 你基本上都可以判断出这款茶 是真是假 是好是坏 好 那么我们一一为大家做一下分享 眼看呢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 叫茶颜观世 什么是茶颜观世呢 我查看这一款茶 它的干茶的颜色 我在观世 在查看这一款茶 它泡开以后 茶汤的颜色 这就叫茶颜观世 这在茶叶上 在选茶 看茶的时候 这一点特别的实用 打个比方 绿茶 你看茶汤的颜色 通透明亮 高单绿茶 微黄色 淡黄色 打个比方 乌龙茶 色泽 乌绿 这实际上通过眼睛 它是可以能够观察出来的 而且很清楚 很简单的 很轻松的 就能判断出来 干茶的颜色 细致 均匀 为正茶 颜色不一 杂烂无章 极有可能是假茶 茶汤的颜色 通透明亮 正茶 茶汤的颜色 浑浊 昏暗 极有可能是假茶 第二点 用鼻子来闻 就是鼻闻 闻什么呢 闻这款茶 冲泡的时候 或者是冲泡 品饮的过程中 它的香气 如果这个香气 纯正 没有异味 那这款茶 应该是真的 如果的茶叶的香气 寡淡 有异味 那么这款茶 极有可能是假的 即便不是假的 它的品质 也是很差的一款茶 第三点 手摸 就是通过你的手 来摸一摸 抓一抓 这个茶 当然的 可能有些茶叶店的 茶艺员 营业员 包括老板 不太乐意 你用手去摸摸这个茶 很简单 一般店里面 有一次性的手套 你可以带有这个手套 来摸一摸 抓一抓 这个茶 你像我们在摸一摸 抓这个茶 它起了什么作用呢 如果你摸到 抓到这个茶 它比较紧实 甚至比较重 有重量的感觉 那这款茶 多半是真茶 如果你手摸后 感觉这个茶 比较疏松 比较轻 就没有这种 重量的感觉 比较蓬松 比较轻啊 那这款茶 多半是假茶 第四点呢 就是口肠 就是用你的嘴巴 来尝一尝这款茶 那么很显然 就是需要 把这款茶 来泡一杯 你品尝到 它的滋味啊 醇厚 香气啊 醇正 回感呢 比较舒服 有这种棉 柔 甘甜的这种感觉 那这款茶 就属于正茶 也属于品质好的茶 相反 如果你品尝到这款茶汤的滋味啊 寡淡 香气和气味啊 不纯正 有异味 有杂味 没有给你留下这种 棉啊 柔啊 醇厚啊 甘甜的这种感觉 那这款茶 应该是假茶 或者是品质 等级比较低劣的一款茶 通过 这些方法啊 我们其实还是能够很容易的 甄别出一款茶叶的真假 一款茶叶等级的高低的 这样 我们也实际在日常生活中啊 也是比较容易 能够买到一款 你心仪的茶叶的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老巫茶 为你寻找心目中的那杯好茶 谢谢大家